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4月30号 明天就是五一劳动节 看一下我们的工地是怎么劳动的 分享给大家 这个是师傅 代师傅 安装的是强化地板 这个是他们同称的徒弟 带出来的徒弟 年纪很轻 手上还文有纹身 可能不到20岁 长得很帅的 操作也非常的熟练 这个是一个写字楼 大约50个平方左右 写字楼的风景很好 这边是靠山 另一面呢 可以看到水 可以看到电池 小帅哥 干活愣老愣愿 不太爱讲话 小帅哥 小帅哥有哪一年的 有哪一年的 有哪一年的 啊 他是哪一年 02年 哦 这个好像 哪一年的 九几年的 02年还是01年的 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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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年的 0年后的 0年后的干活 我们真的老了 嗯 干的多长时间啊 2年 India 干2年多了还 16才开始干活 так 老师傅了 老师傅喽 我们都老了 住下都没他们出来 零零后了 不服老不行的 我都觉得脚手斑了 他们快了 人家烤大时出来 还得30岁才能够干活 他这十几岁开始干活了 他开始挣钱了 我儿子可能以后就跟他一样 我儿子小他两岁 也是不肯读书的 读书中再不想上学了 侠十几岁 的 一 二 一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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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老的 我跟他父亲一年接的婚 一年接的婚 我又小孩子又在他往生的意义 进度还是很快的 下午开始的 还抽烟呢 小伙子烟也学会抽了 我不抽 我戒了 我好不容易 我戒了一年了 还有一个月 你姑娘读书还可以 现在现在哪里读啊 六千 六千 也不是八个两瓶分家 也不行 都说这事情 现在考大 你都难得找工作 对啊 都说也有压力啊 小学那么多学生 中学那么多学生 能考课高中的就少 但是都是很多人才考课 那压力也大 好了 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各位 五一快乐 我们下期训绕了 我们下期训绕了 我们下期训绕了